死 玉长龙 你的死期到了 玉长龙绝不会死 狐人血刀 狗狗票 当当如臣 蓝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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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回脚 敬回脚 尸负 监制 刑牌 不自己 你们来了 余大人呢 余大人在大堂 快带人去保护他 这里有我 好 好 走 好 这个俞成龙 是跟咱罗城百姓贴心的人 罗斯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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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玉大人 还有件事情 心里一直帮我一下 咱不要战胜 把你关去了 你怪不怪我 罗斯珍 我怎么会怪你啊 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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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你了 告你了 李大人 告你了 阿姨 您放心吧 妹妹 落在这儿 我 你 我 你 他回家 我要 我 你 我带你回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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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长 我要让你写摘写回 写的长 老爷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没睡呢 夫人 这两天 我总是心身不宁 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啊 老爷 别胡思乱想了 早点休息吧 谁呀 深夜来房 必有钥匙 夫人 你去看一下 好 是什么人在敲门 云民太太 来人是罗商古风领的谢德昌 谢德昌 是 这个时候来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既是罗商古风领的谢德昌 快开门让他进来 开门 蓝老爷 救我呀 蓝老爷 云奶奶 嗨 嫂子呢 嗨 先生在吧 先生在 先生病了 在后院休息呢 病了 那我得去看看他去 那您慢走啊 行 你们走吧 怎么被逼你 搞婆婆 我去吧 亲家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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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家公 您怎么给病了 哎呀 怎么弄的这是啊 你说 你大老远的快 快扶奶奶坐下 对不起 家里窖里头啊 还有点苹果 今天给你拿了点来 谢谢 对了 家梁啊 托人给我带着一封信 保鬼高兴的呀 这玉兰哪 这可有了盼头了 我也不识个字 你给看看啊 胡大 先下去 哼 亲家母 昨天家梁 托人也给我带来封信 我 我转不开这个嘴 怎么了 那家梁信里头 都说了些啥呀 这是封锦 修书 修书 他把我家玉兰给修了 昨天家梁托人 也给我捎来了封信 我一看这信呢 我就要上您那儿去 可我迈不开这个腿 我一口气没上来 我这不就倒下了 怼不住您 家梁大小死了爹娘 是 我没管教好 要是这孩子还回来 我一定狠狠地管教他 我这心里头就咯噔一下了 我心痛啊 我看着你也难受 秦家公 咱们这个岁数啊 身子骨最重要 你也别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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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怜了我家玉兰哪 那 那 我就先走了 这人我慢走 保重 你也是 不行 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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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是哪儿来的叫花子呀 我看看 曹青 宝城 快快快 快起来 你们两个不是跟着成龙去罗城了吗 怎么现在自己回来了 曹青 快快快 大伙赶快给他们送回家去 来来 起来 快过来打把手 快快 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 来 来 起来吧 哎呀 慢慢啥 慢慢啥 少不了你的 来 来 曹青大娘 曹青大娘 你家曹青回来了 曹青大娘 你家曹青回来了 曹青 曹青 这是怎么了这是 快去屋上 去屋上 曹青 快去屋上 曹青 曹青 你快醒醒 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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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呀 什么 孩子 你快说呀 这是怎么回事呀 我和保险都回来了 我 我 非爱跟着 晨曹青 在光夕 竹子死了 刚到光夕就死了 竹 竹子死了 他 我和保险 只能 GOD 按照 那种 我和保险 你竹子死了 我和保险 只是在那边 我和保险 我现在在那边怎么样 和保险 我和保险 只能用下陈武哥 自己回来 我可怜的孩子 我可怜的孩子 我和保险 不得 奶奶 奶奶 奶 不 娘 你们这是怎么了 别问了 对了 奶奶 我保生叔和曹青叔 从广西回来了 就在外面 就在外面 奶奶 保生 曹青 你们怎么回来了 快快快 走 快来坐下 罗城那边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出事了 大娘 别叫大娘 快说 罗城那头到底是不是出事了呀 大娘 于老爷没出事 我们 我们是自己要回来 是啊 是自己要回来的 那当初你们俩是哭着喊着 要跟成龙 要到罗城去的 咱们那边没出事 你们就回来了 我不信 你们俩说 到底出事了没有 大娘 没救下 没救下 就是 就是 就是柱子死了 柱子死了 你们俩都回来了 那成龙呢 成龙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怎么了 那成龙哥没事 大娘 这罗城 根本就不是人呆的地儿 奶奶 娘 我要去罗城 啥 你要去罗城 我要去罗城 去看我爹 我也要去罗城 我带孩子一起去 我不想在这儿待了 我要去找我哥 玉兰 是刑家对不住你 让你在刑家受委屈了 我替那个逆子 给你赔不是 刑先生 您这是干啥 玉兰在刑家没有委屈 只有恩情 当初要不是先生护着 玉兰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上了 天底下没有比救命更大的恩情 先生 您是我的大恩人 是玉兰不好 没有当好刑家的媳妇 以后不能给你尽孝道了 先生 你自己多多保重身体 玉兰 起来 快 玉兰 去吧 见到成龙和你哥 替我问好 好 玉兰记住了 去吧 大娘 佳元姐 别送了 我们回去吧 玉兰哪 这一路上 你可千万要小心哪 亭一 路上 好好照顾玉兰和孩子 我知道了 奶奶 亭一 上了罗城见了你爹 别忘了给奶奶和娘来个信 报个平安 我知道了 放心吧 娘 好 玉兰 这一路太辛苦了 要不你把孩子留下 我帮你带过 江元姐 孩子太小了 离不开你啊 你放心吧 我能行 好吧 那你多多保重 嗯 那我们走吧 走吧 奶奶 娘 那我们走了啊 你们回吧 老爷 您这是要写多少啊 写多少 罗城全县 各村各站 都得贴一份 广西柳州之罗城 偏处山鱼 九万大山纵贯南北 然 数十年来地方无主 强灵弱 众暴寡 无依尽土 皆因泄匪当道 恶霸横行 致使百姓无家可归 流离失所 生灵涂炭 如今罗城县衙毅力 必将剿灭霸匪 让百姓居有定所 庚者有其田 本府愿与罗城百姓 一道共治 给罗城一片平和安定 写得好 实实在在 一针见血 周先生过奖了 胡大人 余大人 有何吩咐 谢德昌虽然逃跑了 但是他的古风铃 让雷翠亭一把火烧掉 所以是该把 流离失所的乡民们 找回来的时候 余大人所言极是 这罗城多年来 济无宁日 也是时候 让百姓们 回归家园安居乐业 要让乡民们 回归家园安居乐业 就得发布告示通宵箱里 这告示已经写好了 怎么才能 发布到 美村美债呢 大人 这 真是个不小的难题啊 小妹 紫月 余大人 雷翠亭自负前来 请余大人责罚 本官近日 正想请你到县衙来 你为何不请自负而来 这是为何 翠亭之前 余大人有约在先 等剿灭谢德昌一伙之后 再问翠婷 夺取官服官印之罪 你我虽然曾有约定 但是你雷翠婷 已经将功赎罪 我俞成龙如何还能 再行惩罚 功是功 过是过 虽然官服官印 是从谢德昌手中谴得 但也理当治罪 这话有理 将功赎罪 也不能乱来律例 既然雷大侠和于大人 曾有剿灭谢德昌的约定 那么此约定尚未过时 周先生 此话怎讲 请问胡大人 我们是否将三大王谢德昌 捉纳归案了 暂且没有 既然没有把他捉纳归案 那么雷大侠和于大人的约定 就应当有效 这个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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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雷翠廷存保 于大人 我保的 我来捡 好 好 鞋除了 不要 你 这 你 万匪 你也功不可没 眼下谢德昌虽然在逃 但本先发誓 一定要将他抓捕归案 现在罗承县衙继续用人 如果你愿意 本官即刻找你为 罗承县衙的捕头 不知你意下如何 于大人 吹听这么多年 浪迹江湖劫富几瓶 都是因为谢德昌一魂 栽赃陷害横行乡礼 欺压百姓 以致罗承圣灵土台 百姓无处暗身 大人如今在罗承 侨匪抚名 便是罗承县百姓的 擒天大老爺 于大人 于吹听 感谢大人的再造之恩 愿归顺朝廷 归顺于大人 好 雷不投 在 本官要到各村各寨 去招负刘明回乡务民 抓捕谢德昌的药物 就交付你 雷彩廷 绝不攻复大人的 重托和信赖 好 夸夸进去 姐 哥 小妹 来 各位乡亲 我于成龙这乡有礼了 我今天来呀 是请大家回家的 这些年 谢德昌等贼匪 恒心猖獗 残害百姓 让你们有家不能归 有地不能耕 整个罗城县衙 杳无人烟 荒草遍地 你们其中 有年以古稀的老人 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 哪个不希望回归家园 哪个又不希望自食其力 哪个不希望过上安宁的日子 徐大人呢 可那谢德昌生生日不出 我们就不敢下山呀 是不是啊 就是就是啊 那谢德昌要带回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吧 是啊 该怎么办呢 想起来 你们不必担忧 谢德昌本人虽然逃脱了 但是他的古风铃 已经让雷翠婷 把他烧掉了 谢德昌的人马 也让我们彻底剿灭了 他永远不敢再回到罗城 来祸害老百姓了 剿灭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罗城县衙不是我余成龙个人开的 那是朝廷的县衙 是专为老百姓办差断案 专为老百姓做主的衙门 现在我们罗城县衙 已经开始步入正常的秩序 我余成龙向你们保证 只要你们回到家园 我一定让你们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 这是罗城县衙今天向罗城县衙们 发布的告示 你们可以回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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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老爷 你都看到了 我谢德昌站山为王十几年 左拥几百号人马 谁能想到 现如今我竟落到如此天地 身边仅剩三个人 谢老爷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 你最不应该做的一件事 就是开仓纳粮 这是犯大忌的事啊 如此一来 官府便把你当作死敌 必去之后快 是啊 所以那于成龙 刚来到罗城 脚跟还没站稳呢 就先拿我开了刀了 谢老爷 蓝某这一生啊 给自己和儿孙定了一条 永远不能破的规矩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规矩 一 永不镇山为王 二 永不开仓纳粮 三 永不和官府明着作对 可现如今 我一切都来不及了 晚了 晚了 何必要连续 传勝 圣堂 魏 代谢永轻 跪下 谢永轻 你身后这位壮汉 你很熟悉吧 人是 他是雷翠婷 雷大侠 他现在不是雷大侠 他是罗城县衙的雷浦头 我问你话 希望你老实回答 谢德昌 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说话 起来 从此招来 我再问你一遍 谢德昌 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不说我只能把你 交给雷浦头 那他来审你 周大人 你别把我交给雷浦头 求你的周大人 我说 我说 说 谢德昌 已经离开了罗城县 他离开罗城县 去了哪里 他肯定离开了罗城 他肯定离开了罗城 至于他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 至于他去哪儿 雷浦头 至于他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啊 把他把他给放了 马上放人 前 谢谢周大人 谢谢周大人 走 谢谢 谢谢周大人 别老子滚 谢谢大人 谢谢 周先生 咱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 把绣亲给放了 下去 下去 是 周先生 这个谢永卿诡计多端 他狡猾得很 刚才他说的话 没有一句是真的 但他有一句话是真的 哪一句话是真的 哪一句话是真的 谢德昌已经离开了罗城 可他并没有说谢德昌离开罗城 去了哪儿 这正是我要放他的原因 你 你马上秘密跟踪他 他去的第一个地方 一定就是谢德昌 藏身的地方 对啊 周先生 我怎么没想到 我这就去 谢谢 谢老爷啊 我给你出个主意 保你平安午市 愿听蓝老爷指教 蓝老爷 得偿得救了 谢蓝老爷 小姐们 古风铃的谢德成 现在是过街的老鼠 他再也不敢回他们罗城了 你们现在回归家园 要想过上安静乐业的日子 那就得把土地耕种好 要想把地种好 咱们就得有牛 对不对 对 兄弟们 这些牛啊 都是于大人用自己的俸禄 从柜里给大伙儿买回来的 千年两人 快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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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起来 快起来 你们啊 谁要敢下跪 我就不给他分牛 对 大人 小姐们 两户一头牛 好 你们现在可以 下地去领牛吧 好 快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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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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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夫 大哥 前面这谁的宅子 这就是柳城县第一豪墙 蓝大新的山庄 看来这个蓝大新 和谢德昌是早有勾结 大哥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你俩给我在这儿紧紧地盯着 放心吧 大哥 我们肯定把人盯得死死的 好 我回去向余大人禀告 你盯好了 来 来 但是罗城百姓要想过上 安居乐业的日子 还有一个最大的隐患 就是潜逃在 柳城县蓝大新山庄的谢德昌 而这个蓝大新 恰恰是柳城县乃至柳州府 最大的豪墙烈身 我们到底该如何才能将谢德昌 从柳城县捉拿归案 还有一个问题呢 什么问题 朝廷律律明文规定 严禁地方越境办案 更不允许地方衙门的衙役捕快兵丁 越境捉拿案犯 我们要想将谢德昌捉拿归案神志依法 就必须得到柳城县衙的配合 或者将案子全部交于对方来办理 如果越境 我们将受到朝廷的严厉制裁 轻者罢官重者 杀透 朝廷居然有这样的规定啊 越境办案 越境捉拿案犯 越境招募襄勇开战 朝廷都将视为 割据地方的翻阵行为 一律严加禁止 周先生 那要这么说 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 再到柳城县去抓捕谢德昌了 对 看来这件事还办不成了 余大人 我好像听你说起过 柳城县的支县是屈一鼎的儿子 是 他叫屈九万 可谢德昌现在 潜逃在蓝大新的山庄 正好是屈九万管辖之地 那就更麻烦了 这件事情 最终到底该如何办 我们还真得花一番心思才行 余大人 就目前的形势 我是继续盯着谢德昌 还是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 监视谢德昌的事情 绝不可放弃 我们下期再见